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个巧克力闪电泡芙 我就想到了以前看过的一个动画片里 有一个炸弹泡芙 是一个超大型的闪电泡芙 里面灌满了馅料 顶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巧克力 再挤满一层厚厚的奶油 就是一个热量炸弹 不过想想肯定很好吃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个巧克力闪电泡芙 先来做泡芙的馅料 主要就是卡士达酱 先过筛一点这个是低筋面粉 还混了一点点玉米淀粉 然后再来捞四个蛋黄 加一点糖 把蛋黄搅开 再把刚刚过筛好的面粉加进去 这一步这个日本老师是这样操作的 我就在想 为什么不直接过筛到这个盆里 混合均匀之后 应该就是这种很细腻的 没有干面粉结块 小锅里加一点牛奶 糖 如果喜欢香草味的话 可以加一点点香草精或者香草糕 香草糕就是带紫的 要把牛奶煮开 煮牛奶的时候 你千万别走开了 或者玩手机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把牛奶煮到铺满整个灶台的那种经历吧 煮开的牛奶先用一半倒进刚刚这个蛋黄糊里面 因为蛋黄里刚刚加了糖 就没有那么容易变成蛋花汤了 搅匀之后再倒回锅里跟另一般的牛奶混合 再开火 边加热边搅拌 这里的火可以稍微大一些 很快它就会变成一锅糊糊 这样就好了 趁热加一块黄油进去 这就是原味的卡士达酱 给它贴上保鲜膜 晾凉之后还要放到冰箱冷藏保存 你要是在家做的话 也可以跟我一样先做馅料 如果你想吃巧克力味的呢 也可以趁热热的时候丢几块巧克力进去 最好是那种可可浓度高一点的黑巧克力 这样不会太甜 好了 我做了两个口味的馅料 现在来做闪电泡芙的本体了 也是要先来过筛一点低筋面粉 因为闪电泡芙属于是法式甜品 那法式泡芙的皮会稍微硬一些 所以我这里还加了一点点高筋面粉 这种法式泡芙皮吃起来会更有存在感 还需要几个鸡蛋打散 还需要黄油和牛奶水一起放进锅里 加一点点糖和盐 这详细的比例会写在视频的最后 大家可以收藏保存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想做做看了 这个也需要把它煮开 煮到你看中间也开始冒泡才能关火 把刚刚过筛好的面粉一次性都加进去 然后不停地搅拌 直到没有干面粉 变成一个质地均匀的面团 这样就好了 再开火加热差不多半分钟 你看锅底开始出现这样的面衣 其实就是粘锅了 这样就好了 转移到盆里稍微散散热 再把刚刚准备好的鸡蛋液分三次加进去 你们知道它为什么叫闪电泡芙吗 好像据说是因为它太好吃了 可以让人飞快地吃完 就像闪电一样 诶 哪个闪电 最后留一点点鸡蛋液不要加完 否则你就没有空间再去调整这个干湿度了 直到最后你用刮刀捞起一坨面团 落下的时候会形成这样一个倒三角 这就是完美的泡芙糊 这就是完美的泡芙糊了 可以用这种16到18尺的裱花锤 先来做两个正常大小的 烤箱要提前预热到220度 烤之前在表面喷一点点水 可以防止在烤的时候裂开 用烤箱的中下层 烤的时候转200度先烤16到18分钟 这一步是要让它鼓起来 再转180度烤8到10分钟 这一步是让它上色烤熟 最后再用150度烤8到10分钟 这一步是要让泡芙的内部熟透 不然你一拿出来就缩回去了 这个样子好像还不错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闪电泡芙 你看已经把里面装填馅料的空间都给你腾出来了 现在还很烫 放到架子上亮一会儿 再来做两个超大的那种 做炸弹泡芙 如果你家里没有那种带齿的裱花嘴 也可以用叉子来划出这个划纹 这我也是刚在这个书上学到的 冷藏过的卡士达酱看起来会有点像日本豆腐 分两次把打发好的奶油加进去 第二次加的奶油你不需要把它搅拌得很均匀 还能看到奶油纹路的状态就好 这样可以做出口感超级蓬松的卡士达奶油 哇你们看 我的巨型闪电泡芙正在逐渐长大 有些朋友们可能闻不到 现在整个厨房正超级香 在这个泡芙的底下戳三个窟窿 趁他们不注意就把馅料装进去 不过还是那句老话 不要太贪心 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觉得烤泡芙好像很容易翻车 其实只要方法对了不难的 你也可以试试 最后再准备一些巧克力 浇上热奶油 融化以后会特别的丝滑 把每一根泡芙都在这个巧克力酱里面滚一滚 可以再搭配一点自己喜欢吃的坚果小料 或者是像炸弹泡芙那样再挤上一层奶油 就要是能在你学校门口摆个摊 现做的那种 你说几块钱一个合适 我的巨型闪电泡芙也烤好了 真的好大一个 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更明显 关满了馅料是沉甸甸的 再裹上一层厚厚的巧克力 挤上满满的奶油 炸弹泡芙完成 要不要先给你来一口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就很诱人 尤其是这支巨大的 而且很重 六辆炸弹 我就先来吃这个 这一口下去真的很过瘾 而且我里面灌了很多的馅料 这一支巧克力特别的厚 中间是卡士达奶油 上面是巧克力 这个上面的白奶油 我没有加的好 整个口感吃起来不会很甜 然后这个泡芙皮是稍微带着一点那种咸咸的味道 搭配在一起就很好吃 不行 现在灌太多了 好像会吃到身上 好了 这样就不怕吃到身上 相比之下 这支就小很多 这巧克力的真的很好吃 而且这个泡芙皮我做的时候 因为那个配方里面加了一点高筋面粉 一开始烤的温度也会比普通的那种泡芙稍微高一些 所以它烤出来的泡芙皮外表是稍微有一点那种硬硬的 不是很软的那种泡芙 这个口感还是挺好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家里做做看 那这期这个巧克力闪电泡芙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然后要看得开心多刷弹幕 如果大家有其他什么想看的内容 也欢迎通过私信或者评论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